大家好, 歡迎來到VNT輕鬆小盞, 我是小V 上次比較完10部氣炸鍋之後都有一段時間 是時候要更新一下啦 如果想看之前10部精選氣炸鍋 以及氣炸鍋的原理、功能、優缺點等等 就記得要看上一條影片啦 今次會加入市面上找到的25部氣炸鍋 分為抽替式和揭蓋式 另外以容量分為3組比較 分別是2星以下、2至4星和4星以上 按家庭人數來區分 今次片尾大比拼列表 會更新上次10部的價錢和補充資料 加上一共是35部氣炸鍋大比拼 現在就立即開始啦 不是廣告, 資料都是我們自己搜集的 正確的資料以官方為準 首先講抽替式容量2星以下 即是4人以下家庭的型號 洛斯的熱流鍋 同一個款會有幾種顏色選擇 特別適合女性用家 喜歡襯色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這個牌子 接下來兩部洛順牌的氣炸鍋 都是屬於迷你款式 基本數據差不多 都是2星的容量 最大的差別就是款式 另外功率都有不同 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 這部氣炸鍋 是少有的迷你款式 會配備觸控面板 和預設攀條功能的機款 而且時間控制還有60分鐘 但要留意 它的功率就相對比較少 接下來講抽替式 容量2至4星 即是合適4至6人家庭的型號 這個日本品牌的顏色和款式上 都很受用家歡迎 值得留意的是 在2.8星這個容量來講 體積算是非常細小 而且它四四方方 適合放在不同的位置 這部洛斯的熱流鍋 同樣都有幾種顏色選擇 它有輕觸式的按鍵 按鍵上面的食物圖案 是代表溫度的選擇 這部樂信牌2.5星的機款 體積不算大 功能齊全 外形簡潔 有8款的預設功能 接下來兩部HARO的氣窄窝 都是3星的款式 基本數據差別不算太大 復刻板的確有懷舊的感覺 而另一個款式設計就比較簡潔 體積也比較細 跟著兩部都是美的氣窄窝 容量不同 一帶一細 值得留意的是 大機會附送幾款配件 方便焗蛋糕、燒烤和製薄餅 特別適合想製不同食物的用家 三本這個品牌不斷都有更新和升級 留意開氣窄窝的朋友應該都不會陌生 性價比都相當高 這裡的參考價格都是行貨價錢 想便宜一點都可以淘寶 但是就要留意插頭的安全問題 接下來兩部衣馬牌的氣窄窝 基本數據和體積都一樣 但是顏色就不同 還有一部是船樓式 另一部就是觸控式 而觸控式還有8個預設攀條功能 這款氣窄窝功能都算齊全 有7款預設攀條功能 它有一個粉紅色的外表 但是體積就比較大 高度還是今次比較的機款入面最高的 這款蒙達氣窄窝有紅色和黑色 外形四四方方 在3.5升容量的幾款之中 算是體積最小 但功率就相對少 只有1000 看街這款氣窄窝同樣是1000功率的機款 但就只有2.2升 算是細機,體積都比較少 接下來會介紹3款普洛士的氣窄窝 頭兩款都是3.5升 基本數據和體積都差不多 一部黑色,一部白色 一部是船樓式 另一部就是觸控式 而觸控式就有8個預設攀條功能 最後這一部,普洛士的氣窄窝 功能齊全 有8款的預設攀條功能 體積細小 頂部的觸控鏈板平滑 沒有甩位,很方便日常清潔 接下來講抽替式 容量4升以上 即是適合6人以上家庭的型號 這一部飛利浦氣窄窝 有多種功能 最特別是 它有一個智能感應器 選好食物類型 就可以自動調節出所需要的時間 和溫度非常之方便 除了攀條之外 亦都有多種為了安全和方便清潔 而設計的技術 它還有多種配件可以選擇 但是就要自行另購了 接下來都是講揭蓋式的機款 共通點是容量大 而且都可以看到機裏面的食物情況 方便時刻監察食物的進度 這一部德國寶的氣窄窝 有9升的容量 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10小時的特長時間控制 和兩種風速選擇 另外還配備了旋轉烤籠、烤叉等等的攀蔭配件 這個意大利品牌的氣窄窝 要留意它的溫度和一般的氣窄窝不同 是屬於四段選擇 初次使用可以跟回它的食譜調教 有超過200款的食譜 可以在它的App下載 還有一樣特別的是 它有可以獨立使用的上下發熱線 攀蔭就可以有更多變化了 最後兩部都是保康達的氣窄窝 這個牌子的氣窄窝容量都比較大 一部8升、一部12升 同樣功能齊全 而且有多種配件 方便煮不同的食物 但要留意部分配件是需要自行零購的 最後是一個大比拼列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今次會更新上次影片的10款型號 價錢和補充資料 如果想要這張完整的35款 氣窄窝型號大比拼圖表 歡迎去到我們的Facebook 在氣窄窝的post下面留言索取 如果你考慮的基款不在表格內 可以自己找相關的數據 和這35款比較一下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適合自己 我們的影片都會定期更新 想知道更加多家電產品的原理和比較 就記得訂閱我們啦 有什麼想比拼都可以告訴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啦 我們請問您們 我們請到台北的採訪 我們請到台北的採訪 歡迎收看